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这个是今天我的早餐,这是冲箱 那我煎两片,一个我自己吃一个给我室友吃 然后这个是刚开封的 所以里面这样子一包有十片 对,然后它这样一个大小大概手掌这么大吧 然后它会有两层的那个塑胶膜 然后我先用平底锅热锅一下 那我这个是不沾锅 然后我把两层的塑胶膜撕掉之后呢 直接放在平底锅上面这样子煎 它这个有点难湿 好,我现在放在锅里面了 然后可以看到旁边其实烟还蛮大的 登登登登 不知道煎多久 我想说用汤匙出错看好了 然后我这个汤匙是竹子做的汤匙 所以它比较不会伤平底锅 因为它底下现在有点就是金黄金黄色了 然后我稍微移动一下锅子 让它受热一下 然后因为葱油饼它本身就有带油 所以我就没有再另外再加油 然后加上我这个是平底锅 所以其实不沾锅 然后我不会翻饼 好,翻得很丑 大家见谅 好,我就想说用木汤匙把它翻过来 哈哈 不过颜色还蛮金黄色的啦 我觉得 对,这颜色蛮金黄色的 它不听话 这个饼不听我的话 超难翻的 OMG 它另外一边真的 有点放弃 我要找东西来 好,我现在找了一个叉子 可是我没有木字 或者是竹子的叉子 我就金属叉子 所以我只有用夾的方式把它夾过去 这样子 好,现在等另外一面 然后我还想说 我有买豆腐 然后 我可能要准备一下要煎豆腐 这样子 然后我今天早餐是麦香奶茶 新加坡的麦香奶茶 然后麦香奶茶 新加坡包装是英文版的 好,我等下给大家看 我先用我这个饼 我很怕这个饼焦掉 好,我先盖上盖子 这样子 这样子 我的想法是 它比较 受热鲸鱼吧 好,我先准备我的盘子 先准备好 然后等它一下下 好,我的第一片葱油饼好了 我现在起锅 然后我刚刚准备了这个 豆腐 这豆腐是平板豆腐 也是在Fail Price买的 那这样两块大块 大概1.3-1.4块钱 所以蛮便宜的 然后豆腐其实熟得很快 加上它其实已经煮过 然后再冷藏 然后现在就等 不过我觉得我第一片葱油饼 不是很OK 所以这片可能我自己吃 另外一片再给我是有吃 然后像豆腐我把它摇一下 因为我怕黏在那个底上 这样子 然后它一样我目的 所以要把它煎两面金黄色 这样子 然后我先用它翻面 叉子跟木齿翻面 对 因为我没有木的叉子 对,差不多这样子 嗯 哦,我也没有那个 炒菜的那个勺子 炒菜勺,我没有 嗯,然后就先这样子咯 好,等下起锅 好,我这边先准备我的麦香奶茶 我的麦香奶茶咯 好,这个给大家看 这个是英文版的麦香奶茶 然后我今天就喝这个 然后葱油饼加豆腐 嗯,就这样子 好,豆腐起锅就是这样子 好,豆腐起锅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我的锅子 刚刚有点黏 然后我先加一点 就是橄榄油 对,橄榄油 我知道它可能不耐高温 不过我只是煎一下下 然后,接下来要准备我的 第二片葱油饼 诶,我的葱油饼咧 在哪里 葱油饼 OK,好 第二片葱油饼 因为这个有一点点油 所以我可能不会让它吸油吸太多 对,然后我会翻得比较快 嗯,好,现在先顶 先等它地面定型这样子 好,现在咬一咬它可以 然后我一样要把它翻过来 然后我还是不会甩锅 对,所以我可能用夾的方式 再让它另一面 翻到另一面 好 再等它一下下好了 它刚刚那一面没有很金黄 所以我想说再让它 稍微金黄一点点这样子 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吧 旁边那个眼帽的很严重 还好还好 可是我不喜欢超会搭 怎么办 好,OK,我想说差不多好了 然后,好 还好 还好 我觉得没有很焦 对不对 还好还好 可以吃可以吃 嗯,好,现在再等另外一面 差不多好 其实我不会抓大概要几分钟 这个可能就凭感觉咯 这个可能就凭感觉咯 嗯 然后现在等第二面 这个烟在镜头上好多烟 应该差不多好了 好,我来看一下 好,其实差不多好了 我觉得 葱抓饼 我把它压压压压压 像有没有葱抓饼的感觉 其实它是葱油饼啦 好,然后豆腐跟两片葱抓饼 好,今天就是我们两个的早餐 好啦,就这样子 今天影片差不多这样 我现在等另外一面 再稍微黄一点 就可以起过了 好吧,起过咯 好了,还OK 还OK 可以介绍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按订阅 按分享咯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我有影片上转的话 也可以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咯 咯